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奇遇记,我是小安妈妈 小安妈妈知道,临睡前是很多父母选择给孩子读故事书的时间 也是非常难得的亲子时光 这幅画面是不是就很好的描摸了你心目当中想象的 读完故事书之后母子子孝的画面呢? 很可惜,现实当中并非如此 那是因为啊,并不是每本绘本 都有把孩子哄睡着这样的本事 有的绘本甚至会起反作用 比如这两本,点点点,变变变 作为互动类绘本中的佼佼者 他们可是调节气氛的高手 不过千万小心,控制不好 气氛容易吵得太热 再比如,大树上的难题 是谁嗡嗡在我头上 让孩子笑破肚皮的同时 瞌睡虫也跑光光了 故事演变成事故 那可就没法亲子了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优秀绘本 都适合在零睡前阅读 而另外有一些优秀绘本 它们被创作出来的初始目的 就是为了让孩子安睡的 故事讲完,孩子踏踏实实 安安心心地睡去 就是这么完美 那今天呢,我就为大家精挑细选了七本 自在催眠属性的绘本 并且贴心地把它们分成了四个组别 第一组,我叫它定心玩 就是这两本,好困好困的故事 和晚安工地上的车 对很多孩子来说 到了点儿,迟迟还不肯睡觉 是因为还没玩够 而且他们总担心着 他们睡觉的时候 其他小朋友 或者那些他们喜欢的车子呀 玩具呀,都还在玩 那他可不就亏大发了 所以,这组定心玩 就是想要告诉小朋友们 别担心哈 你们睡觉的时候 其他人和东西也都睡觉了 你什么也没错过 家长们也可以在临睡前 给孩子搞一个倒晚安的仪式 让他有机会 和生活中那些重要的人和事物 一一倒晚安 可别小看了仪式感的重要性哦 一个小小的举动 就可能让孩子睡得更安心 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组,我把它叫做 扫黑除恶记 因为怕黑或者怕妖魔鬼怪 是孩子迟迟不肯睡觉的 另外一大原因 这本《走开!绿色大怪物》 就通过非常巧妙的解构法 来化解孩子们 对于那些想象出来的 妖魔鬼怪的恐惧 首先,他邀请孩子们 把让自己害怕的 妖魔鬼怪具象化 就像故事里的这个 绿色大怪物 有扭曲的耳朵 红色大嘴巴和白色尖牙 然后,再让这些组成要素 一一消失 本来嘛 怪物就是孩子们想象出来的东西 那就用想象把它们再抹去 非常合理 此外,当扭曲的耳朵 红色嘴巴、白色尖牙 逐个消失时 这个怪物非但不再可怕 还有点可笑 恐怖片也变成了搞笑片 第三组叫做 智爱浓汤 而汤的主要原料 就是爸爸妈妈浓浓的爱 首推 猜猜我有多爱你 和你睡不着吗 在这两本书中 无论是调皮的小兔子 还是有点作的小小熊 都是在得到充分的爱的确认后 沉沉睡去的 因为爱正是孩子们安全感的最大来源 它是孩子们最踏实的卧榻 也是最温暖的被褥 第四组叫安神口福叶 他们的故事性普遍不强 更像是梦中的喃喃自语 或者是摇篮曲 朗读的时候配以低沉的嗓音 比如爸爸们的低音泡 那这效果简直绝了 唯一的担心就是 爸爸们可千万别再把孩子们哄睡着之前 自己先睡着了 那就有点尴尬了 当我想睡的时候 幻想的是自己在不同的地方 和不同的动物相拥而眠 有毛绒龙的鸟巢 温暖的树洞 或者是在树枝上 搂着猫头鹰睡觉 而在《晚安梦的精灵》里 描绘的则是一场 由梦的精灵带领的 只有在进入梦乡之后 才能展开的奇幻之旅 梦的精灵 有的时候可能是红狐狸 带你去地下的仙子空谷 有的时候可能是独角精 带你熬游七大羊 和美人鱼一起喝下午茶 所以孩子们还不赶紧睡呀 在梦里有精灵等着你 和你一起去赴约呢 好了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都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给我按赞按分享哦 我是小阿妈妈 跟着我玩传亲子阅读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